我是十一老师 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内容是4月28号春季总决赛舞台上 RNG与EDG B5的第四场对决 在这场比赛当中 RNG的阵容有着明显的进攻性 汤姆拥有着多重高效的开团手段 强大的冲击能力可以造成对手的突然死亡 形成以夺打扫的局面 而反观EDG则偏重于保牌和后手反击 在比赛的11分钟 聚魔在河道打残了魔腾 EDG迅速做出了反应 他们知道魔腾这时无法支援 于是中路推线 用兵线拖住了吸血鬼 蛇女则和巨魔一起对RNG的下路进行了围剿 通过精准的判断和快速的反应 EDG在下路区域形成了人数的绝对优势 造成了对侠的必杀结果 为了保护下路一塔 吸血鬼利用起风的密集兑换的TP赶到了下路 却发现EDG众人状态不佳 无心恋战而选择了回城 于是RNG抓住机会拿下风龙止损 13分25秒 为了扳回局面 魔腾关灯 想要利用人数的优势抓死塔姆 但是他们忽略了 霞由于上一波阵亡 没有做出关键性的夺碎之连 而维鲁斯则早早地买出了相对便宜的羊刀 RNG虽然有着人数的优势 但是EDG的输出能力 却与对方相差甚远 以至于在交战当中逐渐的落于下风 随后血鬼感到想要补充伤害 却被肾的大招之源再次化解 反倒是被对方拿到了中路一塔 至此 由于一次野区的碰撞造成了连锁反应 RNG通过魔腾大招打开下路局面的思路 也彻底失败 EDG运营比RNG领先一筹 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让剧情反转呢 虽然RNG前期受阻 但是他们仍在比赛中不断地寻找机会 23分半 RNG如法炮制先前击杀巨魔的技能combo 若R-SANW开团 逼出了巨魔的闪现大招 在判断无法秒杀巨魔之后 RNG选择后撤 拉出了足够的距离让他们整理好阵型 并不惧怕EDG的反击 在这一轮的接触当中 虽然洛霞交出了关键性的双闪现 但RNG仍会有奥安和吸血鬼两个关键性的大招 随后 RNG洞察到了EDGRUSH大龙 于是他们再次发动进攻 血鬼进场打出了成敦的OE 而魔腾也抢下大龙 通过不断地寻找机会和优秀的开团配合 RNG终于在中批扭转了颓势 RNG的阵容开塌很厉害 但在这波团战中 难道EDG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吗 提姆同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让我们把时间调整到24分2秒 在这个时候 能够对EDG后排造成严重威胁的吸血鬼 已经暴露在了他们的真言之下 作为此时可以提供控制的肾 假设来到龙坑外围 配合蛇女腹地拦截住吸血鬼 那么EDG其余的队员将有时间调整站位 转头进攻阵型分散的RNG 不仅可以避免被抢龙的风险 同时也提高了团战的胜算 原来是EDG临场判断发生了失误 被RNG抓住了机会 不过EDG这次Rush大龙显得很着急 难道他们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EDG的这次决策的确是显得操之过急 这是因为在第一轮的接触之后 他们的血量和蓝量整体情况 较之RNG来说会更好 为了快速地扩大优势 才选择了Rush大龙的行动 在团战开启时 我们发现下落的兵线原本在向EDG推进 而在整个的团战过程中 EDG下落的兵线资源 被防御塔和几方的小兵 吃掉了整整两波 我们回到慎大招支援的那一刻 这时双方已经拉开了距离 EDG在召唤师技能情况上 有着很大的领先 如果可以让慎返回下落带线 不仅可以补充慎的法语 同时他们也可以利用慎领先的TP 寻找合适的机会再去尝试打大龙 好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马后炮讲堂的内容 就到此结束了